在当今的航空领域 当提到全球最顶尖的飞行器时 大多数人第一时间会想到F-22猛禽战斗机 然而在这光芒四射的传奇背后 隐藏着一匹鲜为人知的黑马YF-23战机 这款战机在军事爱好者的圈子里 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热闹 被誉为落败者中的王者 虽然未能最终胜出 但YF-23这位失败的女王 仍以其惊艳的表现赢得了无数人的心 被军迷们亲切地称为黑寡妇 YF-23究竟有何魅力 能让人们在三十多年后依然念念不忘 有退役的美国军官甚至断言 即便放到今天 YF-23的隐身性能 仍能轻松压过现役的F-35战机 如此惊人的评价 不禁让人好奇 这架战机到底蕴藏着怎样的秘密 它使用了哪些顶尖的隐身材料 又是如何通过创新的唯一设计 实现了对现役五代机的超越 今天我们将揭开这架黑寡妇的神秘面纱 带你深入探索YF-23的独特魅力 回溯至1969至1970年间 美国空军正处于F-X计划的决策关头 战术空军司令部渴望突破现状 于是启动了F-X计划 旨在探索未来的空中优势 正是在这一时期 名为TAC-85的项目 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并获得了资金支持进行深入研究 1971年TAC-85的研究报告出炉 提出了ATR先进战术战斗机的概念 标志着向超音速第四代战斗机 迈进的初步尝试 不过那时的ATR还只是一个雏形 与后来的F-22猛禽战斗机相距甚远 在随后的几年里 战术空军司令部 稳步推荐了一系列小型研究项目 为未来的先进战术战斗机ATM项目 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1972年 AX计划下的A十元形机成功首飞 这一历史性时刻 标志着下一代战斗机的蓝图初步成型 这款新战斗机被寄予厚望 要求具备将任何对手 远远甩在身后的能力 在这些研究项目的推动下 通过一系列以F为代号的试验机 逐步明确了下一代战机的设计目标 这些目标涵盖了以下几个关键方面 首先 短距起降能力 短距起降能力是未来战斗机设计的核心之一 这项能力要求战机能够在 几一公里长的跑道上完成起飞和着陆 这大大提高了战机在前线简易机场 或紧急部署情况下的适应性 其次是超远的作战半径 未来战斗机需要具备超远的作战半径 达到1300公里的距离 这一目标确保战机能够执行深度打击任务 深入敌方腹地 并在完成任务后返回基地 这不仅拓宽了战机的作战范围 还减少了对空中加油的依赖 使得任务规划更为灵活 降低了在敌方防线内作战的风险 其次是高超音速设航速度 高超音速设航速度 是指战机在不使用加厉燃烧式的情况下 以1、4-1、5马赫的速度持续飞行 具备这一能力的战斗机 可以在高速度下长时间巡航 增加战术灵活性 不仅提高了战机的突袭能力和生存率 还能在战斗中迅速占据优势位置 避开敌方的探测和拦截 接下来是反隐身能力 未来战场上隐身技术的广泛应用 使得传统探测手段面临挑战 这一目标要求战机能够通过 先进的传感器和雷达系统 探测和打击敌方的隐身目标 在电子环境复杂的现代战场上 具备反隐身能力的战机 将能够有效应对隐形威胁 保持空中优势 最后是部署于重型战斗机的有效载荷 新一代战斗机必须具备强大的载荷能力 即使在体积和重量上 不及重型战斗机 也需要能够携带足够的武器和设备 执行多样化的作战任务 这包括空对空导弹 空对地精确打击武器 电子战设备等 使得战机在战场上具备综合作战能力 能够应对不同的战术需求 在风云变换的1990至1992年间 美国空军正式启动了ATF项目 经过一系列激烈的竞争 最终脱颖而出的选手 包括洛克希德 马丁公司的F-22猛琴 以及麦道公司与诺斯罗普公司合作的YF-23 这场盛宴吸引了全球航空爱好者的广泛关注 时间推进到1990年6月23日 万众瞩目之下 YF-23战斗机的原型机首次经验登场 转眼间 8月27日来临 这架承载厚望的战机腾空而起 完成了它的首飞 相比之下 F-22则像是迟到的王子 两天后才缓缓步入公众视野 9月29日 F-22也在观众的热烈掌声中 完成了它的首秀 然而 在这场激烈的角逐中 F-22仿佛被命运眷顾 最终夺得桂冠 而YF-23则遗憾地成为了落败者 美军随后公布的信息 更是让无数军迷津津乐道 YF-23在隐身技术 和超音速续航能力方面 均表现出色 这两项指标 对于一款战斗机 能否称霸蓝天至关重要 尽管 YF-23在竞标中未能够魁 但其先进的技术 依然令人印象深刻 其名字在军迷中传送不衰 许多人坚信 YF-23的射击精髓不会消失 它将在未来的新型隐身战机中 得以延续 YF-23战机还有一个别称 黑寡妇 它极有两架原型机 都曾翱翔于蓝天之上 如今已退役 静静地躺在博物馆中 成为历史的见证 这款战机的尺寸也相当惊人 总长20 6米 翼展13 3米 空重达13吨 满载起飞重量 更是高达29吨 它装备了两台强大的 加力涡扇发动机 总推力超过31吨 能够以二 二马赫 约2695公里 小时的速度在19800米的高空翱翔 其蝙蝠般的外形设计 更是冷峻而犀利 宛如空中的冷酷杀手 YF-23的身影 深深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不仅因其独特外观 更在于其流畅至极的设计曲线 与超越时代的气动布局 其科幻感强烈 即便竞标失利 也无法掩盖其内赛的超前理念 使得其他战机 难以在外形与概念上 与之真正匹敌 YF-23在人们心中 仿佛成为了 五代机的精神象征 关于其竞标失利的原因 众说纷纭 或许正是因其设计 过于前卫 超越了时代的局限 连专家也难以完全领会其精髓 当然 美国军事专家团的审慎决策 必然基于严密的科学验证与试验 最终选择了F-22 作为未来的王者 在隐身技术方面 F-22确实投入了更多心思 其S型进气道设计 巧妙地规避了雷达探测 同时隐藏了发动机叶片 实现了雷达隐身 独特的菱形机翼布局 更是强化了全方位隐身能力 尤其机尾的隐身处理 堪称一绝 即便与现役的F-22 F-35相比 YF-23在某些设计上的精妙 也不遑多让 尤其是其尾喷口设计 显然借鉴了B-2隐身轰炸机的理念 发动机布局被精心遮掩 红外辐射大幅降低 隐身性能卓越 YF-23独树一致的V行为设计 更是展现了设计者的降薪毒运 在隐身技术上 倾注了大量心血 取得了显著成果 尽管在当时被视为 美丽而不切实际的创新 谈及超音速续航能力 YF-23同样赢得了广泛赞誉 其较小的翼展与独特的菱形机翼设计 旨在减小高速飞行时的空气阻力 同时确保足够的生力 以维持卓越的高速性能 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 牺牲了机动性 YF-23的首架原型机 便能在无加力状态下 达到惊人的1750公里时速 而装备了YF-120发动机的第二架原型机 更是将超音速续航能力 提升至2205公里每小时的巅峰 然而超机动性始终是 YF-23的一个相对短板 虽然YF-23的机动性 足以让三代机相形建筑 但与F-22相比 确实稍去一筹 这主要是因为 YF-23的某些设计特点 特别是其较小的尺寸 在赋予它高速飞行优势的同时 也限制了其机动性能的发挥 YF-23在执行多数显著机动操作时 几乎完全依赖于其独特的V型尾翼设计 这对向外倾斜50度的垂直尾翼 不仅替代了传统的垂直与水平尾翼功能 还为YF-23提供了精准的方向控制 和抚养配平能力 成为其无尾飞机结构的标志性特征 然而 V型尾翼在应对大机动动作时 面临着双重挑战 既要维持飞机的稳定性 又要执行复杂的姿态控制 如盘旋 翻滚和偏航 特别是在超音速飞行状态下 这种要求更为严苛 这极大的提升了飞行控制系统的复杂度 并增加了飞行风险 此外 YF-23的尾部喷口矢量推力设计 也不同于F-22的二维矢量控制系统 它采用了更为简化的上部单一布面控制 这一设计虽然有其独特之处 但在机动性能上 却与F-22存在明显差距 并伴随着更高的风险 在当时 如果YF-23与F-22进行近距离空战 很可能会因其在超机动性方面的不足 而处于劣势 不过 这些特性和技术的探索 正是航空工程师们勇于创新 敢于挑战的体现 他们为航空科技的发展 积累了宝贵经验 其影响至今有存YF-23战斗机 尽管即一两架原型机的身份存在 却在军迷与航空历史爱好者中 激起了热烈讨论与高度关注 这绝非偶然 其设计之精妙 尤其是在外形隐身技术上的独到之处 即便在当今科技越新越异的时代 YF-23依然堪称顶尖 它不仅是高速巡航新标准的代表 更是对未来超级隐身战机的愿景展现 与F-22相比 YF-23似乎更能契合 现代空战的发展趋势与要求 特别是在网络化战争 与信息化对抗日益重要的今天 近距空战的概率不断下降 这位YF-23在战术上提供了一定优势 即便机动性烧讯 其超凡的高速性能 仍可能成为制胜关键 然而 尽管YF-23技术先进且具备潜在战场优势 但选择F-22作为最终赢家 在那个时代背景下显得尤为合理 当时 YF-23上处于研发初期 面临诸多挑战 其设计理念被认为过于前卫 距离实战要求上远 相比之下 F-22以均衡的性能 较低的项目风险及实用设计赢得了青睐 此外 YF-23因过度追求新技术 而导致的研发成本飙升与使用风险增加 以及诺斯罗普公司 在B-2轰炸机项目上的超支与延期 都促使军方选择了信誉更加的洛克希德公司 作为合作伙伴 关于YF-23未能胜出的具体原因 及其与F-22的详细性能对比 至今仍是军事与航空领域的高度机密 外界只能基于推测 但不可否认的是 YF-23凭借其独特的气动设计 仍承担了某些特殊使命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 NASA曾利用YF-23 进行了一系列载特技术实验 通过数年的飞行测试 YF-23为航空科技的进步与创新 提供了宝贵的数据与参考 其贡献不可估量 即便未能成为服役的主力战机 YF-23天复兴的设计思维 与对未来战场的预见性 仍使其在航空设计史上 占据一席之地 好了 本期内容到此结束 对于这些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 或不尽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怀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